到现在为止 大家还是不能够理解 他到底为什么要 砍杀这么多无辜的人 从小就记号 他还在脸书上这个预告 那么追踪他的家庭的背景 发现他的家庭背景 也算是相当的不错 家境优渥 经济无余 他的父母亲非常认真 打拼劲 抓了公司 家里环境良好 而他还有个弟弟 同样也念大学 在邻居的眼中 只知道这个孩子 平常是比较沉默的 是一个典型的宅男 没想到这个宅男 会犯下了疯狂的捷运杀人案 住在同一个社区的 包括新北市议员林国春 他展述 休闲的父母非常惊讶痛心 儿子犯下了凶残社会 凶残案件溃兑社会 他们不知道 未来该如何面对被害者家属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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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心 后队人 小心 他们在前后队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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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干 来 走 来 来 来 面对记者追问 民众呛瞎 监狱上冷血砍人的 正性凶险 眼神冷淡 完全不在意周遭环境 淡定 不发疑 不好意思 我要小心 不好意思 不过当他的弟弟 赶到派出所时 几乎腿软 需要由警方搀扶 外界以为他无法相信 哥哥就是杀人凶手 但弟弟进到派出所后 不仅翘着二郎腿 感觉上吊儿郎当 甚至还拖鞋 赤脚走来走去 就连去洗手间也是光脚 远景问他为什么不穿鞋 他说这样比较舒服 也觉得他的哥哥很正常 昨天那个状况 应该他会在学校 不应该在我们板桥 更不应该在台北 一个时间接到的时候 觉得有人可能是诈骗 觉得他们也很无奈 然后发生这个案子 他说他很抱悔 然后想说 也不知道怎么表达 对社会的歉意 第二个他说 这辈子也毁了 也赔也赔不完了 正行凶险 父母第一时间赶到派出所 经营抓漏公司的他们 还有一个小儿子还在念大一 家境算是富裕 邻居眼中宅宅的大男孩 没想到下手冷酷凶残 有人说从他的毕业纪念册上 这段话看得出一些端倪 学生会在毕业纪念册上流言 其实因为现在孩子 他们多很多创意的思考 捷律上冷血杀人 毁了四个家庭 伤害无辜 凶前父母愧疚 消失神隐 不知道到底该怎么面对 受害家属 记者综合不到